欢迎来到吹狗罗大饭店 想要拿到这一张房卡 你得先来到柜台 check in才行 进到饭店里 可以看到一间又一间不同的房型 一只只暂时住在这里的狗房客 会热情地向你打招呼 仔细瞧瞧房客简介 就能轻轻松松了解狗狗的小资讯 我们也是想要破除 收容所是一个比较悲情 或者是一个比较让人不愉快的环境 那我们把它整个反转 我之前参加吹狗罗的活动 是比较多有系列的活动 所以那时候就认识了这个地方 然后这次刚好就是朋友有找 然后有课程 所以想说那来多认识一下 有别于以往的音乐节行事 今年高市府动宝处 将收容所打造成一座吹狗罗度假村 在这个度假村里除了有饭店 还有多样化的课程 消防队员让小朋友与家长 躲进橘色的大桶子里 接着搜救犬Roger就会开始照呀照 找到有人的桶子 Roger就会汪汪汪的叫 但若是桶子里没有人 他可是不会被骗的 像我们刚刚有在这边做引导台 感觉好像很好玩哦 可是他的判断就是 里面根本就没有人 没有被我骗 没有被我骗 多认识狗狗 它能做到什么样的工作 它们有什么优点 然后进而让更多人来喜欢 狗狗这个生物这样 一旁的空间 还有小小受医师的课程 洞宝处教导孩子们 与狗狗互动的小知识 并让小狗实际出动 担任最佳教材 顺利吸引孩子们的目光 要上天神要训练 要训练的 那主要呢也是希望说 让小朋友了解到 怎么样子跟一只狗狗互动 还有做一些很基本的健康检查 包括是帮他做皮肤的 是不是有寄生虫 或者是一些轻微的皮肤病的检查 或者甚至让他们体验听心跳 我们会发听诊器让他们听心跳 量体重啊或者是知道狗狗他的一些生理需求 那包括我们可能有一些群职行为的训练 那今年也搭配了一些食农的教育 然后还有可能有一些园艺的课程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可能就是环保议题的一个课程 那所以说这些我们把它多样化之后 那可能也会可以提升 我们这一次民众参加的意愿 活动中这些课程 可以说是相当的抢手 才刚开始第一天 就吸引不少亲子 来到园区一起度假 记者黄公伟 庄树亭高雄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